婚前跟婚后的爱情是天差地别 婚前的爱情只要两个人开心就好了 你没有责任 你没有家庭 你没有生活的一些压力 因为你可以选择嘛 如果你们没有在同居的话 你只要选择一个礼拜见一次面 然后那个时候见面都是把你最好的厘面拿出来给对方看 所以是很开心的 很享受 纯粹就是粉红泡泡 婚后 粉红泡泡比较少 因为你有柴米油盐酱醋茶 然后你开始有责任了 所以我觉得婚后的爱情 它是更有爪子的 因为你有很多东西 所谓的爪子就像一个树 树根它一定要扎得很扎实在那个土里面 那个树它才能够成长 所以一旦你不如婚姻了你的爱情 就要像那个树根一样很扎实的 能够扎在那个泥土里 不容易被拔出来 你的家庭跟你的 你们以后的一个未来 才能够像树一样这样子一直很丰盛的往上涨 爱情的期待 我必须要很诚实的告诉你们 在婚前跟婚后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在婚后你一定要调适你自己对爱情的期待 我常常看到很多夫妻他们感情很好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成长 跟他们的期待值都是很很雷同的 这是很妙 我觉得尤其你看夫妻的关系是很妙 它的timing永远要抓得很准 就是说两个人在热恋的时候呢 两个人都可以轰轰烈烈的 不顾一切的无法自拔的热恋 你步入家庭之后 两个人又要很能够同时间觉得 OK 我们现在有了家庭 我们现在有了婚姻 所以我们的爱情可能我们就要开始 我们真的要开始落地生根了 我们真的要开始把这个根扎得很紧 那就是两个人完全相辅相成的teamwork 把它扎根扎很扎实 然后再往上涨 真的是要靠teamwork 那有的时候夫妻你这个teamwork 搭配得很好的时候 这个爱情就可以保有像保鲜一样 就是让它保存很久很久很久 但是同时这两个人也都要能够承认 跟接受爱情的样貌在我们结婚之后是不一样的 就是还会带一点家人 因为有些人在婚姻当中他有一个观点 他觉得说我就算结婚 为什么你不能只是我的lover 你干嘛还是要我的 你为什么是我的家人 我不要家人我只要爱人 那这个可能就会有一点误差 因为生活它本来就是你们会要成立一个家 然后你们会要为家努力 所以家人这个关系这一层我觉得是在婚姻当中 你无法去抹去的 你无法选择性说我只要爱人 我只要澎湃人心的爱情 我只要浪漫但是我不要责任 我只要你追我但是我不要付出 我只要你从我但是我不想去照顾你妈妈 我是我只要你听我的 可在家庭当中我不想做这么多事 不可能嘛 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你对爱情的期望跟期待 永远停留在澎湃人心的浪漫感情 maybe婚姻不适合你 因为婚姻的自然走向就是走向到家人跟陪伴 我都不晓得这个东西会让人家这么 大家热烈的讨论 那表示说It's true 你们才会觉得要讨论 我觉得男人跟女人本来就不一样 有很多书籍很有名的书籍 曾经有一本90年代刚刚在探讨 刚刚开始流行探讨两性关系的差异的时候 那个年代出了一本书叫 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 意思就是说男女本来就是不同星球的人 所以当我们在跟男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不要老是期待他们变成女人 It's true 我们常常女人的纠结跟委屈都是因为我们期待男人跟我们一样细心跟贴心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OK 你如果希望你身边的男人变得细心 还有贴心 你要训练他 就像我们训练黄金猎犬一样 Sit Oh good boy 给你一个 他们是responsive to这样子的一种指令 如果你不用这个方式很直白的跟他讲你要什么 你一直期待 Oh他今天要送我花 大部分 is not going to happen 你一定要让他知道说后天有日子要来了 可能是我的生日 或是我有所期待我那个日子会收到一束花 I know 讲出来很不浪漫 但是总比你期待 到时候你没有得到花来得好 你不用这么直白啦 你可以给他传简讯 或是给他一个贴图说后天是情人节 之类的 要给他一种sign 但是你绝对不要去期待 他突然间就想到了 然后突然间有浪漫的表示 他只有在追你的时候 他才会这么体贴跟心心 因为他们是黄金猎犬猎人 You know hunter 当他在追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会卯足权力 全身的心力跟所有的细胞都会打开 就是感受 这个猎物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到手 可是他们是hunter 当他hunt完了以后 他就不会太理你了 这是very normal 你不要认为说他不理我 他就是不爱我 因为男人 他的思维跟他的脑力 这是一项的 他猎到了以后 他结了婚以后 他得到他老婆以后 他就会觉得说 可能他的想法就是 我要赚钱养家 赚钱养家就变成他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他就没有时间跟心思在想说 我老婆生日要到 所以这个是要靠沟通 当然男人还是有很体贴很细心的 但是我绝对相信一个体贴 一些跟细心的男人背后 有一个非常会教导他有智慧的太太 然后看到花 就要给一些反应 就当他做到了 就像黄金练权 他把那个球捡过来的时候 你要给他一个点心鼓励他 所以当他花送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要想 哼 就你要 因为他们是观感动物 你要夸张一点 他才能够接受到说 我老婆很开心 以后我送他花 他就会给我这样子的反应 他也会觉得很骄傲 所以这个是互相的 所以男人就是黄金练权 你只要记得这个原则 你们就不会出错 真的 你要给他鼓励 你要给他指令 他做到了 你要给他鼓励跟赞美 一定要记得赞美跟鼓励 这很重要的 其他的时间就闭嘴放空微笑吧 其实人有的时候在情绪勒索 或是在跟你发唷 或是用情绪想要掩盖你的时候 他只是在刷存在感 因为很多老人 尤其老人他会怕他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你不需要他了 或是你不在乎他 或是你不理他了 所以当他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你就说对啊 就是你要让他感觉他被看见 其实每一个人 不管小孩到老人 都想被看见 所以老人他在 长辈他在 试图的要 用他的威严来 勒索你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就被他勒索也还好吧 言语上面 你在他面对面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勒索 已经到了一个你无可忍受 而且已经是欺负人的状态的时候 你必须要能够出来讲话 我觉得另一半的情绪勒索 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你忽略了他 或是他突然间没有信心了 在这场关系当中 所以我说 另一半的一些勒索 不只是情绪 有很多不同种的勒索 夫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奥妙 非常奥妙 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沟通 不断的沟通 比如说那天吴先生帮我带 我们家的狗Coco去看兽医 因为他皮肤开始痒 然后那阵子我很忙 所以那个兽医他看诊的时间 我都没办法去 那你帮我去 他也知道我在工作 可是他就会在兽医的现场 他就要打给我 他叫医生跟我讲 因为他不想管 这个要怎么擦 要怎么 他不想管 因为男人 他能少做一件事 没有啊 不是全部男人啦 sometimes sometimes 男人就是 能少做一件事 他就不会多做一件事 然后我就 以前我会生气 生气我是不是输了 就是我脾气不好 我还被扣上恶名 我就说喂 喂 聽不清楚 喂 这个序号不好 喂 那你帮我听一下医生 怎么讲 你再跟那个 你再告诉我 谢谢 我就把电话挂了 然后他再打第二通电话来 我就不接 他就 他就必须 得听医生 怎么解释 他的那个 毛要怎么弄 所以 sometimes 就是叠对叠 你也不要正面冲突 因为正面冲突就是输啦 伤感情 因为正面冲突 有时候泥草 为了一个这么小 狗上 狗的背上有那个皮肤穴的事情 你可能会吵到就是 真的就是把以前十年前的事情啊 什么你妈妈我婆婆的 全部都拿出来 所以 避免 因为要吵 夫妻真的要吵 有很多 有很多恩恩怨怨可以吵 绝对有 因为生活在一起这么久 不可能是完全百分之百和谐的 只是你有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不要吵 吵了就 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我就用这个方式 后来那天是谁赢的 我赢的 我后来发现 女人 我们就要用男人的方式对待她们 所以 回家她说 那Coco 那个牙齿 那个胃 胃药什么什么 要怎么胃怎么胃 我说我不会 然后我就弄得很乱 她就说 她怎么连这么小的事情都不会 怎么搞的 我说我就是不会 她说那我来弄 好啊 你弄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一些智慧 一无科一无 你要用一些方法 因为如果她一直把东西推到我身上 然后我一直做 我可能就会认为是情绪勒索 因为她会讲说 你比较会弄 那你来弄 这也是一种情绪勒索 可是我就不被勒索 但是不被勒索的当下 要用方法来解决 不要用吵的 要用沟通 沟通 有的时候如果 没有那么大的事情 也不用沟通 有这种方法 一无科一无的方法 治她 我觉得20岁你就是要 蓬盼人心 你要轰轰烈烈的享受被追 然后想念她 然后每天都想跟她黏在一起 然后每天就是很in love的感觉 我觉得30岁你可以开始 慢慢的跟你心爱的人 讨讨论一下你们未来的认知跟样貌 因为我觉得价值观要非常的 我觉得20岁你可以不用在乎价值观 因为就是玩嘛 30岁你可能要开始讨论价值观这个东西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在30岁他没有办法理解价值观的重要性 但是因为我40岁我可以告诉你价值观很重要 三观非常重要 所以为什么古人说门当户对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会觉得门当什么门当户对 的观念是不是雷同 就是生活的观念 钱的观念 然后教育的观念 你要非常的接近 因为如果说你们两个天差地别的话 当你们组织一个家庭 有的时候是等你生了孩子 你才发现说你三观不合 可是这样子孩子也可怜啊 所以你要在你步入这个家庭跟步入这个婚姻关系之前 你就要稍微看说你们成长的背景是不是雷同 因为成长背景雷同 父母的教育应该也是会接近的 那因为我们都是原生家庭的一个成品 我们再怎么想要跳脱原生家庭 无论你的原生家庭是完整还是单亲 还是不快乐还是快乐的 原生家庭绝对是影响我们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沟通 你们原生家庭给你们的观念 你大概就可以判断 你们以后自己步入家庭跟婚姻的关系的时候 你们的三观会不会接近 因为书上有写嘛 人生有时候需要淬炼 无论在哪都让我们相伴而行 我希望你看完这本书 我希望你知道你不是孤独的 你心里的所有纠结跟产生的一些怀疑 跟一些负面的情绪跟一些 你现在看待你自己跟你当初认为的差异 其实你不是一个人 你不是孤独的 我们大家都是 我们在这个路途上 我们大家都是在为 介于梦想跟现实生活当中 找到一个平衡的路途当中 我们都是在默默跟进 所以这些努力是被看见的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吧